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对分队有什么意见 我不想参加突击队的选拔了 淘气 这么快就后悔了 说理由 因为 因为我一直是最差的 我不想因为我 再影响一对的整体成绩了 我已经当警察了 已经实现理想的一半了 再也不想连累大家了 也许我再也无法实现 当特警突击队员的理想了 但是 我毕竟穿上警服了 我来过这里了 我来过这里了 谢谢大家 好 好啊 你们一队告诉我 你们同意陶京的退出吗 我 我同意 我也同意 我同意 报告 说 我反对 同时我申请调离一队 除了理由 因为我不想跟这群自私的人成为队友 晕晕姐 陶姐 听好了 从现在开始 你去哪个队 我就去哪个队 如果你选择退出 我也会和你一样选择退出 我不相信 你是我们当中最差的 从现在开始 我们风雨同舟 谢谢你 谢谢你 一队的爷们们 你们做何感想啊 报告 我 我反对陶京同志退出 并且 真诚地欢迎 陶京同志加入小鼠一队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后再也不会连累一队的成绩 淘尽如丽 是 好感人啊 我再宣布一条规定 在你们的强度训练期间 还是本着任何人 任何时间 都可以自愿推出 每推出一个男队员 小队综合成绩扣五分 推出一个女队员 小队综合成绩扣二十分 继续分组 然后睡觉 明天天亮之前 就是地狱大门 被你们敞开的时候 你们警告 动上 动上 人员 人员 我宣布 别让小鼠的名单 请问他 二 你还有二呢 有炸没炸 没炸我该走盘了 我今天是怎么了 喝起来 喝起来 好嘞 我跟你们说 真的是不行了 我得缓一缓 要不然 我非得水中毒不可 那我说龙头啊 你今天是怎么了 这三分之二的水 都是你喝的啊 独孤求败的夜晚 还太刺了 是不是办了什么损失 遭报应了 没错 你这招呀 真是太损了 你把看上的人 都选到了小水一队 典型地徇私舞弊啊 龙头 我问你 如果明天沉寂出来 小鼠一队不如其他的队 我看你怎么办 所以说 我这也是在赌 如果按照正常的发挥 以小鼠一队 这些人的能力和潜力 是不会输给其他队的 妨碍他们的是什么呢 是他们自己 他们自己的个性 如果他们 不能克服彼此的个性 不能够团结一致 很好地融合在一起 那么 个人能力再优秀 最终 也会失败 我们猛虎突击队的字里面 有一个虎子 而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呢 是那些 协同能力超强的猛虎 而不是 误打误撞的恶虎 所以说 如果小鼠一队 这一次真的输了 我也只能够 忍痛隔爱 重新洗牌 好 这把我抓啊 等会儿 看 我说什么呢 希望 还是有的 可以吧 来吧 好 公主们 我们全国每年 牺牲掉的公安干警的人数 是四百多人 四百多名同事 失去了他们宝贵的生命 离开了他们挚爱的公安工作岗位 离开了他们的父母 他们的亲人 他们的孩子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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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还不睡啊 我睡不着 别想这么多了 赶紧睡吧 明天还要下地狱呢 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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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发生什么事让她哭成这样 没事 有什么事跟我说说 平时挺大大烈烈的 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啊 没有 淘静 淘静 来 面对我 你看着我的眼睛 淘静 你听好了 每个人的潜能 都是无限的 你也一样 你不是最差的 只不过你的潜能 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你要加油 要努力 要战胜你自己 把自己的潜能 一步步地发挥出来 知道吗 别动 你的眼睛里有秘密 我 没有 有什么你对我说吧 我不会告诉别人的 我能有什么秘密啊 我从小就藏不住话 同学们都说我嘴快 你说你这个人有意思吗 我都看出来了 你是个有故事的人 我能有什么故事啊 难不成是爱情故事 我只说你有故事 我可没说一定是爱情故事 是 是爱情故事 想想 我 我喜欢上了一个人 正常啊 谁啊 是个男人 废话 难道是个女的 我刚才哭 是因为我心里没底 我总是怕脱离大家 特别是她 我的淘金 你真是个花痴 嗯 我是个花痴 是 不像 怎么不像 难道花痴 对我特定的形象吗 你要知道 你姐姐我 可是当了一年刑警的人 你觉得你这点东西 能骗得了我吗 我没有骗你啊 你习惯了说话 你有不想让人知道的秘密 所以每天你想尽各种办法 演示这个秘密 那天 在龙大队长面前 你说你要解决个人问题 这就是说话 我是真的要解决个人问题啊 干吗 你自己照照 看看镜子里面的这个女孩 像花痴吗 她犯得着花痴吗 你觉得你这样骗我 能骗得过去吗 能骗得过去吗 我傻呀 又胖又丑的 行 你不想说就别说了 就当我没笨过了吗 好 陶姐 其实 我只希望你不要再哭了 明天早上起来 我们又要面对很多艰难的东西 不管你是真花痴还是假花痴 不要再骗我了 行吗 我的直觉告诉我 你的悲痛 不是爱情 我 你别解释 我真的受不了 你在我面前骗我 这样子 我会伤心的 好吗 你心里藏了太多的东西 这样会不舒服的 如果你说出来 会好很多 不是说吗 倾诉是最好的心灵治愈方法 你是学医的 这个你比我懂 陶姐 请你记住 你既然来到了这里 我真的希望 你能改掉张可我就说谎的毛病 如果你不想说你就别说 我们也不会为难你的 但是你们千万不要欺骗我们 如果我们有幸可以留在突击队 我们就是战友 我们可以并斤作诈 我们就是彼此的后背 所以不要欺骗我们 好了 睡觉吧 你要是不想说你就别说 你又不是嫌疑犯 睡吧 睡吧 躺下 音音姐 又怎么了 谢谢你 是啊 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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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想什么啊 别去哪儿 睡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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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小时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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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